三季正在最后的改端 中华管理完郝酸林施沛宇 六合进行车队N路拜票 第一名欢迎高大臣 马转港洛兰 北董施沛宇作回来拜票 高大臣标心 施沛宇做了十几年的立场 六星候补电风 是一个真真正吃 有在做事情的人 因此这边管理完三季 一定会让他动算 准备动作完成 三团车队在好兴六甲 受罪过来来走 施沛宇跟高大臣站起立三团车 请坐向乡亲会唱第一 三季大家好 三季大家好 四季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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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三季越来越近 好三季开始建立最后的努力 第一名欢迎高大臣 这次特别来到六甲 为施沛宇站台 他表示 施沛宇做了十几年的立场 是一个真真真正有在做事的人 因此这次官员院的选举 是一定要给他动设 有在做工具啊 你看人在做十几年做到才好 现在这个选举是正正当当的 民政言顺 拜托大家支持 过去呢 有非常多的医疗案件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 所以呢 都是请教高医师 来帮我们协助案件的厘清 跟处理 那所以也真的非常感谢高医师 那他现在很忙呢 他现在是很夯的那个法医 包括那个很多媒体啊 都会去采访他 那很多案件呢 他自己也都会在直播上做分析 所以也非常感谢高医师 百忙之中 今天特地来到鹿港 然后来到福星秀水地区 要陪佩宇等下去车队游行跟扫街 那也感谢大家呢 今天陪着我一起 那未来呢 有案件 我们也是由高医师 由我们的在地的村长 跟我们理事长做保证 那佩宇也一定会尽心的服务 努力的打拼 谢谢 是佩宇标识 过去在在做理议中的年来 有很多医疗案件 都是头发的高医师 骑造你转到处理 真感谢高医师 虽然进步养个专程都会改与走算 希望向亲后 下年人节的机会 用三票及其一动算 新军华新闻 蔡良强六港 彩虹伯德